想知道2024的十大投资议题吗 32档个股 想了解的看节目啰 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到这集的产经吸引力 一个可以轻松认识产经趋势的频道 这集是我们2024投资大预言系列的最后一集 也是最精华的一集 算算之后上片的时间刚好落在12月29号 哇就是抢在今年底 最后的一个时间来跟大家分享 我对明年2024的看法 在今天的内容里面 延西带大家更进一步去认识 每个议题下的底层的逻辑 到底他们是基于哪些利多 而在未来利多不变的情况下 个股又有哪些的理由值得大家去关注 相信有看过我们去年预言的好朋友们 一定会非常期待这次的内容 那一样哦 在进入主题以前 帮我赶快订阅分享 按赞 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哦 好那就转场吧 跟随政策的趋势 其实一直是投资中非常重要的关键重点 甚至不要说我们个人的投资 企业呢要能基业长青 除了持续充实自身的竞争力以外 跟上政策的风口也是非常重要的助力 这次呢沿西挑选的5G FWA来讲 全球政策目标是一致 都是为了缩减城乡的差距 强化工商业的数位转型 而再呢积极部件5G的网络 而5G FWA最大的利基点 其实就是这项无线技术 可以比传统的光纤网络的铺设 来得更省钱 同时呢工程见度还会更快 把设备一台一台 每隔大概一段距离 全部串联起来就好 所以在成本效益的激励下 不止政府爱啊 全球的电信业者更是直接 对我们的台湾供应链 所以这才有了表中看到的质疑啊 正文 钟蕾跟起机 那在机会上 美国呢有420亿宽频网络基建的计划 欧盟呢有正在执行 2030数位十年计划 哇印度则是因为网路渗透率 是低于全球的平均 所以呢会刺激印度电信商 在明年加速的部件 当然啦有机会就有风险 如果明年发生什么意外 导致经济景气走弱 或是基础建设升级的放缓 甚至电信商也跟着放慢投资 自然这个议题下的标的 就会有不如预期的表现 那再看到另外一项 水资源来讲 虽然只是台湾我们自己的政策 市场的总体量并没有5G那么广 但是这项议题的投资概念就是 可以比较台电的5645亿的电网 韧性的计划 那这两年大家可以看到 重电业者 哇是怎么标的 这里我就不多讲 看一下就知道 所以呢在执行预算方面 行政院呢在今年10月 核定了4116亿的国家气候变迁的 调试行动计划 其中就有超过2000亿 要用在水资源这上面 计划呢要从2024到2026涵盖 11座的再生水厂 还有6座的海淡厂 甚至太幻老旧的水管 这些多方面的公共工程 那两间公司 大家可以注意 中顶呢是国内统包工程的龙头 那国统则是台湾最多经营海淡厂经验的公司 既然是公共工程 那么在这个议题下 最大的风险其实就是弊案 有兴趣不凡去参考一下 中芯店的云豹甲车的弊案 那另外还有相对比较小的问题上呢 缺工还有气候问题 其实都可能会影响工程进度的风险哦 那再看到下面这个 强势产业的逻辑下面 低轨卫星 哇 毋庸置疑是明年绝对不能错过的议题 除了SpaceX会在明年大增5成以上的发射量以外呢 包括呢 OneWhip Amazon的Caper 同样会在明年加大发射量 其他呢 包含像是鸿海还有其他企业 甚至全球政府其实都有相关的计划 那 申达科本来就是因为营收最纯 成为这个议题下的首选 工准呢 则是受惠从2019年就通过SpaceX的合格认证 去提供它的相关领主件 那风险上呢 大家就要稍微留意一下 他们的客户是否计划分散 或是更换供应商 另外呢 不明的原因导致发射量不预期 这些是大家可以注意的 那接下来我们把目光 叛到车用领域 这里呢 其实看好 汽车的智能化的趋势 以及全球电动车的渗透率 在这里会持续的提升 那以车用智能化的HPC来看 台积电还有创意跟世新 仍然是这项议题的核心 而且呢 受到汽车自驾的程度是逐年的提升 车用高速运算需求也会跟着成长 所以呢 法人预估从现在到2027年 年复合的成长率高达非常惊人的 86.1% 原因呢 除了各间车厂客制化的程度 比较高以外呢 会让未来的订单充满想象 包含像ADS 智慧坐舱在内的趋势 这些都是持续会注意这项议题的 这里呢 只是要特别小心一下 经济景气的走弱 会影响OEM的改款 还有新车的推出哦 那在功率元件 也就是我们很久没跟大家聊的IGBT 它是受惠全球 持续提升电动车的渗透率 相关的功率元件的用量 其实也是节节攀升 理论呢 会带动全部产业链的供应商出货 特别是美国 又推了降低通膨的法案 这个会持续补助电动车的情况之下呢 明年车用半导体受惠趋势 其实很明显 只是呢 特别小心 在市场竞争加剧的同时 其实会压迫这些 领主建厂的降价 那再来我们把目光放到 明年我认为很重要的议题 就是AI 相信在今年下半年 好朋友不管是看到新闻媒体 或是YT版面 哦满满都是AI的议题 多到眼花缭乱 但是呢 我老实讲 这次AI带来的改变 其实是完真的 不幸可以打电话去银行的客服看看 现在是不是只用语音 而且呢你又不用再手动输入资料 而这个呢就是他们正在使用 生成式AI的证据 哇完全不夸张 现在连土银都已经在计划 明年要导入AI的系统 所以相关的议题 大家还是要保持关注 那以AI供应链来讲 我认为在台积电Cowars 产能顺利扩产的情况下 它会缓解整个AI GPU的缺货 所以进一步带动明年的消费性AI回温 同时也会带动各界供应商 AI营收的占比的大增 所以会刺激明年营收获利的喷出 那这里呢 严新认为 金像电身为伺服器PCB的龙头 在产业里面代表性很高 另外呢 广达更是NVIDIA最重要的供应商之一 所以呢能代表AI行情是否持续 不过因为趋势其实很明显 所以这部分的利空风险不多 主要还是看总体经济上面有没有意外 那另外就是看股价是否已经 反映未来的营收跟获利 这里呢 当然就提醒大家要持续追踪观察哦 当然啦 聊到AI 怎么能不提ASIC呢 就是特殊运算逻辑IC 过去呢 吸引力曾经在71级 就很大声的告诉大家 ASIC未来会巨幅的成长 原因呢 除了各间的CSP厂 为了降低对灰达GPU的依赖 所以会努力赶快开发自己的 AIS IC以外呢 同业间也会积极端出新的开发案 所以呢会激化业内的竞争 成为他们的军备竞赛 那这项趋势呢 还不只发生在伺服器身上 还包括前面提到的车用HPC 工业智能化 甚至医疗产业都有 将让全球委托台湾IC设计服务的专案 会持续的增加 不过还是两个风险 大家注意一下 第一就是经济景气走弱 就可能会影响CSP在内的 ASIC的客群去缩手 另外一个就是大家比较少听到的 就是中国IC设计业的崛起 当然啦 AI要广泛应用在生活中 达到Intel执行长 基辛格说的 AI无所不在 高速传输 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毕竟AI时代整个资料的传输量 是爆发式的成长 那在高速传输这个议题下呢 我认为这几间公司都将 受贿全新一代高速传输规格的推出 像是PCIe 6.0 Intel的Sedible 5系列 还有USB4这些 都会带动一系列的规格升级 像是400G的交换器 就预期在明年会放量 800G呢 从明年下半年会开始渗透 而在2025一局成为主流 那消费端呢 则是USB4取代USB3 整体的渗透率是有望提升 另外呢 Intel在明年也会推出 新一代的Sedible 5的高速传输界面 所以 那不过呢 CSPS因为不明原因 放缓云端资本支出的投资 又或者PCNB手机在内的消费性电子回温 这些如果不如预期 其实就会影响这些题材的表现 那最后 我们来看消费性 这里呢 我认为DDR5是明年非常重要的指标之一 因为呢 未来除了AAI PC会逐步放量 这个会加速DDR5的需求成长以外呢 上游的记忆体大厂也会持续 扩大对DDR5的出货 这个会缩小跟上一代DDR4的价差 进一步去推升DDR5成为主流规格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相关供应链包含DDR5的电源 管理晶片的茂达 还有插槽供应商的优群 甚至记忆体模组的实权 其实都有机会同步受惠这个趋势 唯一一个小插曲就是 三星涨价CIS 那这里的基本的投资逻辑 其实是对标 三星在今年比较早的时候 记忆体涨价后的行情表现 那由于三星在涨价以后 有机会推升 全部产业链的获利回温 特别是在影像感测需求 随着ADS还有自驾车 甚至ARVR这些新科技的带动下 对整个的CIS的模组的需求 那另外呢 在今年华为又重返了手机市场以后呢 有机会再次推动光学镜头的规格去竞争 新品呢也会带动毛利率的上升 所以呢 这些都是相关供应链的表现机会 那其中呢又以身为三星CIS通路商的 琴雅跟智商 当然这个机会就是会有大的前提 都需要建立在经济景气 不要走弱之下 而且终端消费不会放缓的情况之下 因此呢经济趋势翻转的时候 其实大家就要稍微注意啰 所以呢节目毁声 我来小小总结一下前面的内容 其实呢相信大家看完这集的议题以后 都能发现总体经济的走向 真的会影响各个领域的表现的交集点 所以这个也呼应了在系列的第一集 跟大家聊到维度的问题 然后呢你也可以发现 延熙分享这些产业 其实都是处在准备进入或正处在成长期的产业 因为呢一般来讲产业在成熟期的时候 它是重景气循环 但是到了成长期会飙最快 到了衰退期呢 大家其实就要尽量避免啰 以上啊这些资讯我会照例 帮大家精简成一份报告 所以啊记得下面的留言栏 你一定要点选还要记得索取哦 好啦今天差不多聊到这里 三个重点我整理给大家 第一点这集分享了十个大的议题的 投资的基础逻辑 以及该注意的风险 希望呢有助于大家 对于明年的行情的判断 那第二呢政策利多哦 它其实会保障厂商的获利 创造新的需求 强势成长型的产业呢 则会快速拉升供应商的获利 所以最有机会带动股价的表现 最后呢在消费性的议题 则是最受惠景气周期的回温 那第三点 在政策利多的部分 特别要留意弊案啦 而强势成长的产业呢 你要关注景气反转 还有向同业抢单这个问题 最后看到消费性 其实就是直接关联消费性电子景气 这里就提醒大家多多留意哦 好啦 今天收看的好朋友们 记得点选下部影片 别忘了帮演细按赞分享 下个礼拜我们就同一时间再见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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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